大家好我是欣明的爸 现在马上就要到夏天了 所以我准备进行一个企划拍一个视频 就是把日本各种各样的 夏天吃的冰淇淋冰棍雪糕拍给大家看 那天去超市买了一大堆的雪糕 但是我如果一次拍完就一次吃完的话 明天肯定会窜息 我可能要分十几天来拍 不然的话这个肚子实在是受不了老年人 大家体谈我太难了 那今天第一个吃的就是这个 在日本好像比较传统的这个 应该相当于咱们中国那个老北京冰棍啊 或者小时候80后那小时候吃的那些冰棍啊 冰糕 打开看一下啊 哇哦 哇这个好像是那个苏打味道的 这个形状大家不 这个其实是很 这个四四方方的形状 不过那天买太多 而且在路上走了太长时间 所以化掉了 这个是经过再次冷冻 所以这个形状片很奇怪 大家不要介意啊 形状其实是很正常很正规的 好下面我试一下 哇牙疼 好凉啊 嗯 哦 哦 哇 啊 哎呀口不好真的不能吃冰 吃冰棍 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就是那个苏打汽水的味道 嗯 但是呢 而且不是很硬 就是那种沙沙的冰的感 所以它可能就是化的也快嘛 就是那种冰沙的口感 特别像是那个卡吉高里 叫什么冰沙 虽然是冰棍 但是 一点也不硬非常的好咬 也有点像夹心 外边这一层是一层薄薄的冰 里面就是那种冰沙 就是苏打汽水的味道 很好吃 而且不硬哦 但是主要是牙疼 好 今天吃第二块 这个是Molina La Senyong Jumbo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国内好像也有了吧 好多年了这个也是 然后 那个好像是关东加利子 那个他们有做代言 我特别喜欢的村上 Mulakamisa也有代言这个 是这样的 外边是脆皮 然后里边就是那个雪糕 嗯 特别香 嗯 我吃的是凉 牙苦不好 但是这个吃特别方便 里边就是这样夹着雪糕 然后这个外边这样拿也 不会担心化掉 跟甜筒是差不多的感觉 但是感觉比甜筒还要再好吃一点 嗯 特别香 好 今天我来介绍第三种雪糕 然后这个牌子是格力糕 就是大家去大阪的话肯定会去的那个中市中心 那个盗顿区市中心有一个人行的盾牌 奔跑的格力糕先生 就是那个牌子的冰糕 然后好像是葡萄形状的果粒吧 打开看一下 哇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真的很像葡萄 这一种冰糕还是雪糕 应该很久了吧 我记得小时候家长喝啤酒的时候 会把这个放在啤酒里面 然后 然后就是 很凉很好喝嘛 所以啊 哈哈 这个牙够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大的挑战了 我真的含不住 太凉了 不过很好吃 味道不错 实在太凉了 不过味道是越往里边 味道越浓 但是不是葡萄的味道应该 嗯 那我吃应该是冰沙 冰沙做成的 不过实在是太凉了 含一个冰在嘴里 好受不了 我牙够不好 老年人一定要谨慎 OK 好 今天吃的这个雪糕呢 是这样的 应该说是喝的吧 那个 我记得国内也有那种什么 可以吸的果冻 但是这个不是果冻 是那个雪糕 但是这上面有写 不要 这个 母利亚里 斯瓦兹 就是说 不要 强行锁难 一定要等它软掉了再喝 然后我就是 已经 放在外面很长时间了 现在完全软了 打开试一下 然后这个卡罗披萨 这个是一种饮料 可以说在日本 相当于可口可乐吧 我感觉是 好像是在日本发明的一种饮料 特别好喝 酸酸的甜甜的 有点像是掺了水的油酸乳 好 现在打开 喝一下 嗯 嗯 哇 很好喝 这个 相当于浓缩了的卡罗披萨 但是又比那个 这个油酸乳 再 细一点 还有很多细小的冰沙 哇 很解暑很好喝 酸酸甜甜 OK